黃金澤教授說中國不明的氣球 在美國上方其實盤旋飛行了一個星期 現在很多人說這場是鬧騎,遲早會落幕 但他認為這可能成為美中對抗的一個轉捏點 沒錯,這事件可能的後降影響必須從氣球飛行的高度 和路徑、遙測和通訊科技發展現狀 以及氣球發生時的時機去探討 既有科學的基礎 又要和現實的處境探測中美關係 所以這是很全面的一個描繪 剛才我說這個氣球被發現是17000米的高度 這位黃教授說這個氣球飛行高度是介乎間諜氣球 和氣象氣球之間 他說美國自己每一天都有幾千個氣球 在空中執行各種任務 很難判斷中國不明的氣球的目的是什麼 但無論怎樣 它是氣象氣球也好,間諜氣球也好 它的攜帶器材都不外乎一些精密的相機和各種搖感器 不過這樣,抓到它 或者拿到它的氣材 或者被FBI怎樣去研測都好 因為始終有辯解的空間 但是從氣球的飛行路徑來說 從遠端遙控操作 就算氣球失去了通訊能力 但是好像現在買一部幾千元的航拍器 它都有一個自動設定系統 可以自己失去了一個指令 它都自己揮回到基地 所以黃教授很了解美國那些 特別他在南卡州教書 很熟悉當地的環境 這些州郡通常香港對他都不太認識 他說氣球小在懷俄明州上方盤傳了一段時間 而懷俄明州和蒙大拿州的空軍基地 是儲存了高達400具二勇軍三型洲際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 為什麼會引起美國這麼大的反應 就算美軍讓它這個氣球進來 不要緊 因為它發射電磁波干擾他們的偵察能力 即是說現在大家如果知道去法庭如果有些重犯 怕有遙控炸彈 其實你發現有爆炸組處理組 是有一輛防爆車的 那輛車專門發射電磁波干擾你們用無線操作炸彈 其實這個作用和現在這個美軍 美軍是說發現氣球不打下去 因為怕傷到民居 已經有防止他們偵測的能力 即他絕對可以關擾到他 你什麼都偵測不了 所以這次打爆了他 跌落在海面 接著很快就找一些殘骸 去到聯邦調查局去化驗 但根據黃教授的判斷 其實你可能找不到任何 因為他立刻找到一個照片 立刻傳送了回去 是的 一拍了 只有探測的儀器 探測了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你不知道了 所以你過來 你事後去偵查也都未必有效果 而最敏感一點 他分析說 事件巧合發生在美中對時的僵局下 波林肯就去北京訪問前夕 雙方本來早已淡薄的互信 無疑是一下重擊 是的 這樣一下重擊 究竟美國怎樣應對 中方究竟是否放氣球去測試 你還是打下來 你不打下來 你又容忍他 是否投鼠忌器 公不公開有個氣球存在 不公開又不行 畢竟這個氣球飛越了大半的國境 而且不是他自己公開的 是有人發現 有人拍了照 這件事就被迫公開 好了 立即將他擊落 恐怕又說傷害平民白色 不擊落 又好像美國自己束手無策 結果陷美國於兩難 所以美國判斷這件事都很小心 北京的回應也都很小心 但大家都要畏著本身的國族尊嚴 又不可以示弱 所以黃教授這篇文章不長 一張A4紙都寫出來 但很值得大家上聯合報網站 可以細心去嘴唇一下 這也是值得我們去留意一下 另一個是來自聯合報一篇的評論文章 來自台灣本土學者 文化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有很多文章去評論中美關係 他講到美中氣球危機 或許成為兩岸的轉機 他比較正面去看 藉著民用也好 失控也好 故意入侵也好 挑釁美方測試 美方緩和關係的誠意也好 無論怎樣 這次是一個時機 這個時機就是 究竟中方被動 美方主動地怎樣 選擇直接擊落還是拜登 他提出很多的問題 這個學者本身提出很多問題 但是無論這個是怎樣 現在危險也是一個危機 危機就是看他建議民進黨政府怎樣去處理 事實上 跟台灣角度來說 近期確實有少少 兩岸關係一個回春的感覺 第一天就是我們上星期講過 金門的酒可以放行 中方亦都有些開始對話 提議航線正常運作 再加上共和黨的麥卡錫 基本上不會去訪問台灣 所以在農曆新年年間 兩岸關係似乎有春暖花開的緩和景象 但氣球事件之後 美中關係發展降溫含於低谷 台灣和美方繼續站在同一陣線 維持和大陸七年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中方強化了後疫情時代去交往 在大陸解封聘經濟的時候 把握大陸釋出的復航的橄欖枝 好讓台灣的觀光和教育的慘情 都得著一些支持 所以他考驗民進黨政府如何處理 聯合部 聯合部是國民黨陣營的報紙 最後一段有一個建議 就是中美關係似有危機的時候 夾在兩強之間的台灣 如果選擇和大陸改善關係 或者在後疫情時代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就會有一個轉機 因為台灣的經濟都很慘情 失去了大陸的信任和市場優惠等等 亦都看到國際局勢 一隻旗子動一動一個氣球 牽動了很多很多的關係 又看到《環球時報》 今天講香港 《環球時報》 為什麼今天講香港 因為今天香港就全面通關 其實當你們睡醒的時候通了很久 昨天12點鐘就已經開始通關 那個黃江巴士那裡已經有很多人籠 這個通關是三年封關 三年之後一次的通關 是提醒香港 看到現在多少人迎接通關 多少人開心 經濟是預期的活躍 環球時報的社評說 這個香港企業憧憬了未來經濟向好的 經營信心也升至歷史的新高 這樣的期待和信心千萬不要辜負 因為同時是要提醒港府 是要集中精力去聘經濟 提供這個深層的動力 營造出正面的輿論氣氛和民意環境才行 搞經濟好 很正面地說 當然也是支持港府大手筆 這個Hello Hong Kong 去宣傳香港 全世界最大的歡迎旅客的一個舉措 也說到李家超正在率團 在沙特阿拉伯去訪問 繼續去亞聯遊 借一帶路去倡議十周年的契機 所以你看見香港一切做的事情 其實北京完全掌握得到 我相信北京也提到很多的指路明燈 你為什麼怎樣走 路通人通就財通 全面通關環球時報 意味著香港已經走出疫情最糟糕的時期 所以開始集中恢復旅遊業 重振經濟的新階段 環球時報社平法和2019年相比 這三年期間香港變化很大 不僅在表象上有變化 譬如說故宮文化博物館 M家博物館等等 這些地標式的新景點 更加重要的是 環球時報說重要的是 香港有了國安法 也完善了選舉制度 令到香港基本恢復了法治文明和秩序 如今香港就再不是以前的反中亂港那些地方 現在正是香港迎接一個新發展的關鍵時期 當關鍵時期 華仕不忘的警惕說到 反中亂港勢力雖然受到壓制 但是沒有消失 而國際上也很複雜多變 所以香港也都需要 如何應對各方面的滲透干預和破壞 美國和英國都沒有放棄到 以港制華的圖謀和行動 但是他們過往不能夠阻止香港的發展 今後也都難以得逞 那就是說在中央眼中 香港仍然有潛在著一些政治上的隱憂 所以也都不能夠鬆懈的 看見他為香港股長等等支持 也都堅持政治那種看法 《環球時報》今天這篇社評 我和老總覺得很籠統地說 我相信這篇社評是出於突然的 原本按照《環球時報》一向 評論的蜜蜜蜜 他應該是說一早來了的布林肯 沒錯 但是在這個氣球危機 《環球時報》當然是有回應 但是還是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表態 就是說 中央正在評估 《環球時報》是怎樣 儘管他都有少爺遇下 你說你來訪話 我們都沒有這個什麼行程 就是說是你很想來 事實上北京煙會不想和美國 能夠改善一下當前的關係 不用每次都要大家去對視 長期處於一種緊張的氣氛 不過那個形勢就沒得估計 因為現在太多東西突然又有些轉變 所以未來幾天氣球事件 有沒有一個的轉環或者有方便的提防 主要就是看美國拿到那個氣球殘留 如果根據南卡州大學的教授說 其實什麼都沒有 叔 你看到那些儀器在那裡 那就輸回去 其實就等同一個登月的那些太空車 有什麼呢 那就有太陽能板 因為是要電力維持操作 有攝影機鏡頭 有傳輸的東西 或者還有一些什麼探測那些東西 探測了所有都變成數據 數據立即就轉 用人造衛星轉發出去 所以你真的可以追溯它傳送過什麼數據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追溯數據 而雖然你不是拍什麼氣象 你所有的探測都是圍繞著美軍 特別剛才說到那些導彈裝置的位置 是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